大家好 最近大家是不是开始寒假倒计时了呢 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早年 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桌上的这几个球有什么共同特点 对的就是这个老鹰的图案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也简单 欧美政治文化某种程度就是古希腊罗马政治文化的延续和拓展 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 阴是众神之王的象征 为什么是阴呢 在用天神解释自然现象的古代 阴的飞行高度对于古人来说是最接近上天的存在 被解释为天神的化身或者天神信使 包括罗马最开始建成的传说也是罗木路斯和雷慕斯对玄址各执己见 然后到山上找神定夺 然后雷慕斯看到了六只阴 罗木路斯看到了十二只阴 所以最终罗木路斯胜出 于是就有了之后的罗马 在往后的发展中 阴就成了罗马神权和军权的标志 罗马军团举着阴旗征服 这个张开翅膀向右看的形象就传遍了欧洲大陆 后来自称罗马正统的神圣罗马帝国最开始也沿用了这个单头阴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军事组织的调顿骑士团也将阴作为自己标识的一部分 而调顿骑士团国也就是普鲁士公国的前身 而后升级成了普鲁士王国的国旗的设计 就是结合了调顿骑士团白底黑十字和阴的元素的延续 那这个双头阴是怎么来的呢 东罗马aka拜占庭最开始沿用的是单头阴 在依萨克一世期间教廷分裂后改用双头阴 因为东罗马正教合一 双头阴既成为东罗马象征也成为东正教的象征 也有的说法说这个跟拜占庭的版图特点 即横跨亚欧大陆密切相关 双头阴一头望着西方另一头望着东方 象征着其君主对横跨东西方的帝国的统治 同处于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人 在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成立塞尔维亚王国后 也使用双头阴成为自己的标识 政治角度分析一方面象征来自教廷的认可 另一方面当时军事坦丁堡被攻陷 双头阴的标志也为塞尔维亚王国 以及后来的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宣传 而后塞尔维亚王国和复国的拜占庭 相继被奥斯曼帝国灭亡 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在巴尔干半岛也逐年扩张 还是从政治角度分析 之前还跟拜占庭争谁是罗马正统 现在也不用争了 把旗帜从单头鹰改为双头鹰 在政治上更服务于旗向东欧 集园塞尔维亚和拜占庭影响范围扩张 而后的版图变化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神圣罗马和东罗马的矛盾并没有就此停止 几百年后他们后代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 好的今天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